佛教与科学 佛教起源于2500年前的印度 一直到上一个世纪开始 佛教只是流传于 绝缘于现代科学的国家 然而 佛陀的教义 从一开始 就对科学的思考 采取开放的态度 佛教之所以容易接受科学的理由之一是 佛教绝不鼓励古版的教条信仰 佛陀不是以信仰为他的教义根据 也不是以宣称 以神的启示为基础 他包容最大弹性的思想自由 另一个佛教 异于包容科学精神的理由 可以在佛陀探求精神真理的方法中找到 佛陀发现和检视精神真理的方法 非常类似科学家们发现和检视真理的方法 今天所谓的科学方法 在2500多年前就为佛陀所用过了 佛陀鼓励弟子们 要以超然的方式观察内心的世界 科学家们是以超然的方式观察外在的世界 佛陀鼓励弟子们 不要接受任何现成的理论 只有经过严谨的审查 然后再经过个人的验证之后才能够接受 现代科学不鼓励设立任何的科学学说 只有完成很多成功的实际试验之后 才可以建立一个科学学说 佛陀从不主张 他的觉悟经验是他个人独占的 今天的科学家 也从不宣称他的试验 不能够由他人复制 如此 在探究真理的时候 佛陀如同现代的科学家一样 为了寻求最高的真理和觉悟的经验 佛陀设立了一个实用的 科学的并且可行的方法 不过 佛教不仅满足于单单接受科学精神 佛教超越了现代科学的限制 无疑地 科学的实际应用对人类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在人类更多舒适的生活上 和在生理上不舒服的时候 减至最低限度 以今天科学上的帮助 人可以像一条鱼那样进水 可以像一条鱼那样飞上天空 甚至飞到更远的月球上面去 科学还要帮助人在这个世间上 去体验更多的奇异的事物 但是 无论它有多么的奇异 科学 还是有很多的限制的 传统科学的智慧 所接受的智识是有限制的 而且是会继续不断变化的 科学不能够控制人心 科学不提供任何道德的控制和引导 就让我们来检验这些限制性 传统上 科学智慧所接受的智识 受限于实验的证据 换句话说 科学的学理化 受限于人心 透过感官得来的智识 科学不了解一个超越感官材料的存在 科学的真理 受限于来自感官逻辑的观察 这些是要不断变化和修正的 因此 科学的真理 是相对的真理 它不能够在时间上持久不变 科学家愿意抛弃理论 只要他发现到另一个更适合的一种 佛教 优越过现代科学 是在于容纳了 比科学心智上所承认以外的 教宽的智识 教宽的智识 科学的智识 完全建立在严正性上 佛教接受智识 来自于感官的同时 也都承认智识 是来自于个人的经验 经过训练或者发展高度 集中心理的心智文化 后者的这种知识 不是现代科学所能够了解的 科学的心智 是单单经由验证 另一方面 宗教的经验 不是在实验室中 经由试管 或者显微镜所能知道的 佛教的这种经验 是由经过心理训练 达到淨化 集中和宁静的最高程度 人类的智能 无论是宗教 哲学 科学 和艺术的领域 都是人类心的功能作用 人的心 好像一部电脑 它所运作或者操纵的 是从它所储存的知识 作为根据 人的心脑接受知识 主要来自于感官 但是很不幸 我们的感官 是如此地绝劣 他们的认知 仅仅是很有限的知识 所以我们的世界情况 是歪曲的 佛陀所开展的宁静的心 是不限于感官材料的操纵 它是超越于环境感官材料 逻辑以上的层次 法国一位名叫尼古拉斯的学者 在他一本名叫学习无知的一本书里面说 我们所有很多根据我们感官自夸的知识 是真正的无知识 真正知识的获得 是在于捨弃我们思想上 一直到不用感官的观念 真理是不依于我们自己以外的事物的 而是就在我们之内 我们不能够希望以实验或者感官知觉 或者基于逻辑推理来到发现真理 这些工具只能够获得知识 不能够获得真理 真理必须来自于内在的体悟 书本只能够激励思想和给你知识 为了真理 必须转回眼睛向内看 因为真理就在你自身 所以寻求知识是一回事 寻求真理又是一回事 文字是我们有限心的产物 我们的有限心中 所有的知识 又是依于我们的感官 这些感官 有时是不可靠的 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 被很多人看到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一个人只是研究 不去实行 就好像一个人 熟读一本厚厚的烹调书 但是从来没去过厨房煮食物 事实上 确不可以以读书 而解决饥饿之苦 所以实践是证悟的前提 我做一件事 请 Folks 我们去听说 说明 现在 虚 von 说明 我本身